回到现场我们要来看 如果说到是机车界的梦幻艺术品 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哈雷 不过这位号称是台湾的打铁王 他会把国产的机车 手工改装成台式的哈雷 红到连美国的VNN 还有日本的NHK都跨海来采访他 那么后来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 组装零件 外销到海外一路又红回了台湾 一年创造出千万营修 车身变大 屁股拉长 车灯更是五花八门 颜色喷金烫银超强眼 一打开油箱 里面竟然长喇叭 机车从里道外大搞花样 独特的外形就连美国CNN 日本NHK都曾经特别来台采访 而创意来源就是他 原厂的出厂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卖给他的 千千小绵羊一秒变重机 就像把机车变魔术 他叫曾天寿 改装机车的经验长达四十年 业界绰号叫机车打铁王 因为每一片改装的零件 最早都是他亲手磨出来的 那个粉啊 还有烧那个塑胶啊 我当时正在焊的时候 有一声看到我在连那个塑胶的味道啊 你这样子吸啊 你一个小时等于抽十包烟 尽管很耗时间又伤身体 但国中毕业之后最早从洗车小弟入行的曾天寿 四十年期间从来没有放弃 在二十年前终于抓到机会 把国产打档车改成浓浓美国风的哈雷 在还没开放重机的时代 曾天寿的手工改装机车 上遍各台综艺节目 还曾经是国庆表演最抢眼的配角 独创配件外销美日 而最辉煌的时候一年就可以创造上千万营收 如今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精品改装王 我要红的话那个时代最红了啦 你应该还上电视节目啦 那些都是你还车队 还配合安全帽宣导 只是随着重机开放进口 加上中国大陆大量抄袭 让他的事业好光景 遭遇不小挑战 尽管已经60岁 但曾天寿依旧持续研发 打造外界眼中不可能的创意机车 继续插辆台湾改车王的招牌 董事长 宣伟俊吴志明 海华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